捷薪延误一天不给证明 旅客痛骂 烂航空 廉价航空捷薪又传延误 前年两班从日本大阪返台班机 近分别延误长达24及16小时 影响约200多名旅客 结果捷薪不但没协助旅客处理时速 还不肯现场发给延误证明 有人等了两天 还有人只能睡在机场大厅 躺了就睡啊 找椅子就睡啊 旅客昨天抵台后 一致偷骂捷薪恶劣 并说再也不会搭这家烂航空 我们在那边等了一天 不负责任 对 我们在那边不给 一直线材说不给 要等到回台湾给 而且很多人已经等两天了 这很夸张啊 怎么会有中航空公司这样的 对啊 太死了 真的很失望 第一次做捷薪航空啊 以后没有下一次了 有旅客向客服反应 结果也是受以肚子气 特服反应就是 还挂我们电话 很糟糕耶 我觉得他们危机处理 你们 旅客们好不容易终于上飞机 却又遇到问题 在机内里面等了三四个小时 什么原因 他说故障 航空业者呼吁 搭乘联航前要详阅相关规定 衡量自己是否能承担 搬机延误导致的旅行风险 董新闻 捷新真糟糕 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